这种就好了 OK 当然这个就直接按 就是做法的话大概就几个动作 第一个的话一样 就是先进到那个Python的374 上面点一下打一个CMD 第一个找到目录 第二个打CMD 第三个的话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输入这个网址 这一串 将来会改的大概就只有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套件的名称 OK 比如说后面我们还会装其他的东西 像后面如果要爬网页资料的话 它有个Beautiful Shope 所以还要再装其他的东西 还有比如说你要做语音辨识 你也可以装 语音辨识的套件 或者做影像辨识的套件 有网路上一堆 里面太多了 像之前呢 比如说我为了要什么 YouTube影片上面要加字幕 对不对 其实也有套件 就是它会做语音辨识 比如我讲的声音 给它影像档 喂给它 它就自动帮我把我这个影片里面的声音 转换成文字 声音转换为文字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文字上到字幕上去就好 甚至自动让它产生这个字幕 因为上字幕太麻烦了 比我重新再录制影片一遍还要更花时间 但有啦 只是说我后来发现可以用 但是它的辨识率正确性呢 大概有95% 但95意思是说还有5% 我要用人工去看 还要用人工去对 后来还是发现 还是有点太花我的时间了 如果我要当个全职YouTuber的话 我可能就会考虑 可以找一个人帮我做这件事情好了 OK 实不值得 其实我还觉得还蛮值得的 因为 你有上字幕跟没上字幕观看人数 其实会差蛮多的 你会发现 那个YouTube 有些网红 他订阅人数一下要暴增了 那个广告获益 那也相对会提高 可以把这个钱拿来找 那也请个公读生算 可以来试一下 那目标不希望当网红 所以不会特别想要做这件事情 OK 不过其实 我那天有看到有一个年轻人 还蛮妙的 他说他为什么要当网红的原因 OK 他也录过影片 我觉得他影片讲的还蛮有道理的 因为他刚好很奇面 他是教英文的一个英语老师 但是他是一个ABC 那ABC的优 他的优点是说他英文程度都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他在台湾教的话 第一个 他的中文能力没有中师好 他的外表没有外国老师来的好 所以他变成说 就没有优点 所以价码都会被人家一直压很低 于是他就想说他要怎么办 于是他就开始拍影片了 他发现拍了三个月之后的话 突然就补习班直接来找他 所以给他的价码又非常的好 他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觉得拍影片其实还蛮不错 因为至少有知名度之后 他的价码就不会一直被人家压低 编辑说他就是可以证明自己 可以找一下网络 很多我发现很多网红就是这样的方式 我试一下再把重点跟各位做一次 所以把这个Ctrl C 然后直接在这边 直接就按右键他就贴上 那这边注意 这个字应该也可以放大了 编辑在上面按右键也可以编辑 它里面是不是还可以 就是设定 它有个内容吧 内容可以设定它的字形 字稍微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 字有点太小了 ok好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移除的话 其实就是把install 前面再加个um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把request移除掉的话 enter 移除掉 yes或no 我看一下如果yes的话 它已经successful uninstall 所以如果说我 假设我uninstall的话 我如果现在run它的话会怎么样 我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会 有没有 no module 有没有要恢复了 那如果你要再把它装起来的话 就刚好颠倒 不要加预温就好 所以我再试一下 如果你要移除的话 如果你要再安装一次的话 那就怎么样 那一样再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这边的话呢 再把它直接按右键 enter就可以了 有没有 它就会是网路上帮你抓了 然后底下的话 关键字就是successful install 有没有 这一行如果你有看到 表示你安装成功 那如果安装成功的话呢 我再run一下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错误会不会存在呢 就不会存在 资料就会被我直接抓下来 OK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安装之后 那就不会有错误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我接下来需要的 把资料呢 放在资料库里面 所以我们刚刚直接把它run之后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run出来的结果 它没办法直接放资料库 我们必须还要做切割的动作 所以你要怎么切割呢 特别注意哦 我是建议呢 各位哦 可以再去下载一个软体 我们刚刚不是直接把那个 data这个 底线csv 就是那个零售市场的csv档 那我是建议哦 你可以再安装一个叫 Nordepay++的一个小软体 这个软体的话也是免费的 OK 你就其实Google打那个什么 Nordepay++ 那它就第一个连软就是下载 Nord Nord 记事本++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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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一样,主要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背后的这个格式 特别之后,我是有把它开启一个叫一个功能叫特殊资源 预设的话是没有显示,预设是这样子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它撰写程式 因为它知道说从哪边去切割资料的话 还要有一些多余的资料 那我怎么知道那些多余的资源 它预设情况是不会显示的 那你可以用刚刚讲的这个功能,检式 里面有个特殊资源 特殊资源你可以把它显示所有的资源 这有点像照妖镜一样 也就是说它有一些特殊资源 那就无所遁形了 那如果无所遁形的话 那你在写对应的程式,相对也就比较简单了 哪一些,特别说检式里面特殊资源 那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话 当然第一个,它这个将来 第一列是不要的 因为栏位名称 那如果我要把它写到资料库的话 理论上应该怎么 从第二笔资料 第二笔开始 但是你会发现 在那个F物件里面的话 它有个realize的这个方法 但是request它没有realize 所以它是全部,有点像它只有一个方法 叫read 等同是全部读成一个字串 但问题来了,可是我要切啊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切呢? 特别注意哦 可能 因为它没有像realize方法 所以你要切的话 分两次切 什么叫分两次切 第一次的话呢 就要按照这个来切 这个东西 第二次的话呢 再按照do.切 有没有 就是切,切,切 所以第一步要先把这个东西 那这个cr的话 其实呢 对应到那个python里面就是反斜线r 拖曳资源 lf的话呢 对应到那个python的话 就是反斜线n 反斜线n应该有印象吧 就是换航嘛 等一下你想说 老师那换航不就反斜线n就好了吗 为什么这边会反斜线r呢? ok 所以跟各位讲 又是微软的问题了 反正微软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就对了 其实如果你liners环境下 都只有c 只有lf就好了 就反斜线n 但是哦 或mac也是一样 但是微软嘛 它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我就前面要加一个 反斜线r 就return return 其实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我看了半天还是觉得不得其解 那是模拟像以前打字机吧 打字机一定要先有个return 然后再换航 return再换航 有人就觉得你就直接换航就好了 你干嘛多一个return ok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mark 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要切的话 变成要两步骤 第一步骤的话 我必须先根据反斜线r 反斜线n做切割 第二步的话才是切斗点的部分 所以这边我已经切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致上 所以刚刚得到的 如果我直接print 那理论上应该要分量 那怎么切呢? 第一个 我就先把什么 刚刚下载的这个文字 先后面加一个.sprit 切割的话 就是反斜线r 反斜线n 然后呢 丢到一个什么 丢到一个list 比如我现在 假设我切了 切完之后的话 我就print print 这个 print list 1 假设我第一阶段切的 这个有点像 那个f物件里面的realize 它就怎么样 它就帮我 直接丢到这边来 里面 有这么慢吗? 有可能 因为我们这边店 在网路 偶尔会有这种 因为今天好像蛮多班一起上课 所以 那个中国阿虎里面嘛 那分别是一行 豆点第二行 豆点第三行 但是呢 第二步要怎么 再把它豆点切开来 所以底下的话 我们就是再做切割豆点 所以分两个阶段 那豆点特别注意 我们就不需要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当然我 栏文名称这个不用 因为将来要放资料库的话 这个避开 所以我从 不是从零开始 从一开始 避开第一个资料 但是你会发现 底下 我会多加一个什么呢? 多加一个那个 这个什么? 这个总长度减一 哎 你想说 究竟总长度减一 因为我发现 然后最后 多一笔空白资料 也就是那里面 它有 换行 但是里面 却没有资料 那有换行 没有资料 那怎么办? 你如果insert into的话 便会塞一个 完全没资料 的部分 那所以 这个后来我 我检查出来 发现有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里面的 这个list1 带过来之后 把它做切割 逗点 丢到list2 然后再分别怎么样? 帮我把资料抓出来 OK 这个地方大概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也有了 跑出来就类似这样 等于是 放在一个list2里面 它就是一个 这个 资料里面就是 一笔资料就一个串列 一个资料就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呢 可以拿来做什么用途? 将来呢 就可以把这个串列 再塞到资料库 OK 主要问题想说 老师 为什么要做这个串列? 因为 我们是希望 把这个资料呢 通通丢到资料库里面 那资料库里面的话 因为 我们 就看说几个栏位 1 日期 2 种类 3 应该是哪一个市场 4的话 是哪一种 菜的名称 然后第5就价格 所以5个栏位 那我们已经把它 读出来了 下一步呢 就是再塞到资料库 那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先 大概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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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